这是我之前做的MacPad 着实给老伙计们不小的震撼 但毕竟只是几百块钱的洋垃圾 评论下面呼声最大的就是 性能不够看 想要看老张搞一台性能超越白苹果笔记本 各种苹果生态功能完美的终极版MacPad 今天我宣布老张又一次成功了 我先来演示一下MacPad终极版的使用效果 笔触手触和妙控版三种触摸方式 热插拔背光磁吸键盘 雷电三一线连 还有完美的苹果生态体验 正片开始前 求大家给一波点赞和关注 未来支持老张继续折腾 咱们先从头讲起 首先咱们得按照两个维度 来筛选出能够完美黑苹果的电脑 毕竟不是随便一款笔记本 就能叫做终极版的 第一个维度是性能维度 目前能够完美黑苹果的最终平台 是时代英特尔平台 我们先来筛选出 目前配备了时代处理器的屏幕 可分离二合一平板 YogaDiota7 也叫做2020 戴尔的Latitude7210 Surface Pro 7 Surface Book 3 和Go 3顶配 12345 没错 你没有看错 使用时代英特尔处理器的 Windows平板只有这五款 然后咱们再用 Wacom的触控来筛选一遍 因为Wacom的笔触在Mac下是免趋的 这个是必然条件 现在就只剩下YogaDiota7和戴尔7210两款了 最后一轮筛选 是无线网卡是否可拆卸更换 这个是为了换装苹果原装芯片的无线和烂压模块 只有这样才可以完美的隔空投送和接力 什么苹果Apple Watch解锁等等苹果生态的功能 那剩下最终一个毒苗就是它了 掏出钱包毫不犹豫拿下 既然是终极MacPad 咱们就得堆料 所以我选择了7210的顶配版本 i7-10610U处理器 16G内存 这硬盘512G有点不够看啊 所以我直接给它升级成了1TB的SSD 无线网卡 咱们升级成完美隔空投送的苹果白卡94360 咱们搞好 装机 Easy 能够完美支持黑苹果硬件的末代系统 是Micro S Ventura 13.6.6 咱们安装调试啥的就不跟大家演示了 轻车熟路 接下来咱们就进系统给大家来看看 首先你看它就是一个小巧的笔记本的样子 这是锤子的TNT 我对比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尺寸 然后非常简单 这个一打开然后你就可以立住了 咔嚓一声键盘就下来了 然后这还有个角度啊 你看你可以给它拉开 也可以调整一个阳紧 让它吸上 咔嚓一下键盘还可以拆下来 然后合起来 装包里就拿走了 跟Surface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形态呢就叫Surface形态 这儿是电源按钮啊 我开机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Mac系统已经装好了 这屏幕也太脏了 我还是给大家稍微擦一下 然后这就开机了 在Mac下也可以咔嚓拆下这个键盘 变成平板形态 随时可以再吸回来 变成一个电脑形态 这个呢是原装的戴耳的笔 你也可以吸在这个边上 咔嚓一声 我现在调的这个状态呢 触控板 大家注意看啊 是OK的 上次大家不是说了吗 你只能笔触 不能手触 有时候不方便 我这次手触也都调出来了啊 精度 这次的手触的精度 大家注意看啊 基本上是能用的状态了 然后多点触控 手势都是OK的 然后这个手触的屏 咱们模拟的是谁呢 模拟的是这个妙控板 所以你看啊 在这个菜单里面 你还是可以调整这个手控触摸的选项的啊 笔触也是能用的 你想用笔用笔 想用手用手 它也有这个追踪效果啊 鼠标的一个追踪效果 这个笔和这个屏也是挖矿技术的啊 这个笔的精度就更高了啊 基本上就是指哪点哪 这个追踪的效果也非常好啊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 做的有多牛 你看这不有按键吗 它是有右键的哦 以前呢你只能点住不动 触发右键 你现在直接靠近它 点一下这按钮 那就右键就出来了 完美啊 然后你点击 就触发了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键盘 快捷键 你看亮度快捷键 都能调 声音快捷键 哎你看也是OK的 静音都是OK的 这个机器边上有个音量的快捷按键啊 你看它也是可用的 哎就是非常完美啊 咱们开一个final cut啊 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能靠这东西干啥啊 你看我导入媒体 然后你看啊 我一点它 哎拖到时间轴上 然后你就可以时时预览了 咱们这个是时代的爱妻啊 所以你看这个流畅度 比上次咱那个残废的就好多了 然后你还能用手控 然后做完了 就这么一点就关了 搞定 你甚至还可以做画啊 刷抖音呢都是常规选项啊 OK这时候你就不需要笔了 一吸你看 你可以用手 我看到没有 播放个本地视频 咱来演示一下这个隔空投送啊 我现在是手机拍了一张帅照 然后隔空投送 看就直接识别出了 我这个MacBook Pro 点它 看这直接就过来了啊 帅 接下来我再把这张照片呢 传回到手机啊 看直接就过来了 看到没有 完美 刚才演示这个手表啊 看到没有 这出现了啊 连按两下 OK搞定 这是我的AirPods Pro 2啊 带一个 看啊 直接就可以连 然后这点连接 然后声音就OK了 设置菜单 完美 屏幕亮度调节 OK 自动亮度 OK 控制中心的亮度调节 也都是OK的 声音调节 OK 摄像头也都是能启动的 帅 主卡器也都是正常的 因为卡已经插进去了 大家注意看 就这么 好 有点 也不是温度的问题 开机 换信越7921 再顺便把供电上贴上硅脂垫 完美 现在已经是 换完这个散热硅脂了 再来看一下现在的性能 看 现在已经不会 再降频了 频率在 4.3G 到1.8G 左右吧 自动变频 终于啊 降频基本控制住了 牛逼啊老张 咱们下机再见吧 和家伯孩子去了 别别别啊 咱还有杀手锏呢 这两个接口Type-C的 都可以充电 都是全功能的 并且是雷电接口 核弹机用法 Vega64 当然了任意一个免区的 比如6900啊 我的6900呢 这懒得拆了啊 咱就拿它试验 它不是有雷电接口吗 所以咱们可以再外插一个雷电显卡 咱们开机啊 看 OK 给大家看一下显卡啊 看到没有 Vega64出来了 630双显 这时候咱还是双屏 是不是 所以你就想干啥吧 咱来个 Label Diffusion SD 给大家绘个图 模型不模型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我插的这个雷电显卡的一个驱动情况啊 看 在这里已经显出来了啊 咱们来看一下 两个解码的一个情况 好 全部都掉用外置显卡了 H264H1VC全部是硬解码 看啊 咱还有绝活呢 看咱的笔啊 依然是可用的哦 咱也可以在这儿画个画呀 看 所以它是带完整的压杆的 这好像是4096的 这还不是最扭 咱不是外挂了一个显卡吗 所以这游戏呢 就随便玩了 什么2077的啊 但是咱这是触控的 所以你看咱玩这游戏 咱们先来建成 看啊 牛X不牛X 全是触控的啊 我的世界传奇 看有点转圈啊 这得调可能操纵 牛X啊 这机器我太喜欢了 哎呀 看看这 都别想了啊 归我了啊 再给我另一句话 对你呢 我说好了吧 看看能不能操作啊 感谢观看